小糯米长开了漂亮,杨幂整眉整容女儿是最好的证明咩。 杨幂天生励志没有整容,这不仅仅是看脸的时代,最后拼的还是实力和演技。 杨幂作为娱乐圈的收视女王,每出演一部电视剧都会大火,之前热播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更是让杨幂诱火一百,频繁上热搜人气居高不下。 人红是非多,有人吐槽杨幂在剧中的法际限高,太难看了,称杨幂这容白整了,还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跟现在他对比,与之前的杨幂判若两人。 从照片上看感觉当时的杨幂也很漂亮,五官基本没有变化,真搞不懂说杨幂整容的那些人,十几年过去了,容貌难道一点变化都没有吗? 杨幂从小就是个美人配子,现在的她比之前更会打扮自己,更有气质,所以看上去跟之前有点差别。 杨幂到底整美整容,女儿小糯米是最有力证据。 杨幂与刘凯薇已经结婚两年多,小糯米也差不多两岁了,刘凯薇穿短袖衬衫抱住小糯米,从照片上看,脸型与杨幂一模一样,眼睛也是炯炯又甚。 所以说,杨幂天生励志没有整容,这不仅仅是看脸的时代,最后拼的还是实力和演技。 看脸,会让人赢在起跑线上,但以后容颜渐渐老去,能深入人心的是一部不优秀的作品,而不是空有一具皮盲。